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对对 很容易记得我 好来 那个少女来用韩文跟她打个招呼 我不会韩文 是那个NACO那个 对对对 你会啊 NACO 好来 这个海外留学生的这位大哥哥 来 你要问这个高中女生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单独跟少女聊过天了 在这个频道里 所以就其实好奇一点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新来的网友可能也会比较好奇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 就是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要好奇的那个 你为什么要当兵 其实是从小的志向啊 就是觉得那个 当兵很帅 而且我其实是在去看了他们的简章之后 特别确定我要去当 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科系 就是会学到一些在普通大学学不到的 什么科系 先不讲 可能法律系会讲到那个军事法 然后曾智希会讲到那个军事的 关于比较就是会聚焦于军事的方面 他就不只限于一般的法律或一般的政治 就特别喜欢 然后也觉得我可以继续来着 为国家效率 所以就决定从去 哦 好 好 所以突然就有一个非常衍生的问题啊 因为在大陆这边的话 是会对这种公职人员 是很多正面的这种宣传嘛 那我不确定 台湾那边是怎样 至少大陆是对军人啊 对警察啊 对一些公职人员 是以正面的方式去引导 但是我在韩国之后呢 就是我来韩国之后的感受就是 韩国的警察就是垃圾 在民众的眼里他就是垃圾 要多垃圾有多垃圾 所以我不确定 就是在台湾的立场上去看自己的军人的话 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尤其年轻的小孩子 年轻的高中生会怎么认为 这个也是我比较好奇的 警察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 真人的话会生活都不会接触到 所以也 那我觉得特别怎样 妹妹这个 这个我是台湾人 而且我年纪又虚长你几岁 所以我来 虚长几岁吗 虚长几岁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要看你 你如果要走这一行 就要看你是当什么 你如果只是当大头兵 就是一般的那个 就是军阶比较低的 那就是一般 老百姓就可能的社会地位 就不会这么高了 在台湾社会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当到 起码当到军官级 上位上校 校级 位级校级 以上的这种 那你才有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社会地位在 我是这样 所以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 如果真的想考的话 就要考军官学校 不是市官学校 我是确定会考军官学校 对如果军官学校 那就还ok 不要考市官学校 我纯粹是从那个军事 身 身 个人生涯发展的 角度上来看 好不好 嗯 嗯 好 来 嗯好 这个我其实这个 捷克普及这个 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今天高中的同学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也有过比较迷茫的阶段 他怕就是一时冲动嘛 对不对 对吧 我想有报复是好事情 不论是在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 有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 只是说怕在那个地区 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这种生活 当物质跟精神打到一个冲突的时候 其实对你人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对 と言之一个建议 我觉得少女可以去 要5000军官学校 不过你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首先 应该就是学以致用的 好 你不要致用了吗 你有很大的機會會學以致用 就這一點來講的話 我相信線上很多網友 他們應該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羨慕你 因為很多人可能 學校學的都沒有辦法出社會學以致用 但是你有很大機率可以學以致用 恭喜你 不是好事 恭喜恭喜 但用的那一天 可能這個人生也就快到終點了 你怎麼這樣嚇人家 不可以亂講話 不可以亂講話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比較好奇 就是少女在學這些課本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就是這個東西是對的 這個東西是錯的 我這個可能跟我了解的不太一樣 有過這些考慮嗎 還是說就是背書啦 就是考試啊 真煩啦 就這種 我覺得拿歷史課本來講就好 因為他教的東西真的非常散 你甚至感覺不出來 他在講一個故事 可能可能發生某一個事件 他就會說 哦他發生了這個事件 然後簽了什麼條約 就結束了 老師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去教你其他東西 所以他從頭到尾都是不承諾子的 那我們也沒辦法去思考 他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他已經填壓式教育到一個極限 就是我們只要去記住這個事件在什麼時候發生 他的先後順序 他之後產生了什麼後果就好 所以說 也不會特別去思考什麼 因為他就是一個拿來讓我們背書的東西 而不是拿來讓我們思考的東西 正常啦 填壓式教育 這個 這個都是這樣 我們都經歷過了 看完少女今天分享這些課本 其實讓我對自己的初高中的時候 可以學習的東西有一些更多的感觸吧 就是 呃 我不覺得就是台語那邊講他一定是錯的 或者是說啊 他這個就是反華呀 或怎麼樣啊 就因為立場不同嘛 那你肯定教的東西是肯定會有區別的 只是說 你現在教的這些東西 對於你自己的這個地區的人的老百姓而言 他是 怎麼講呢 就是能幫助他們更快的去理清或認知這個世界 還是說能讓他更快的擺離自己的這個想法 然後呢 戰鬥比如說可能綠營的一邊 藍營的一邊 對吧 我就害怕是這樣 因為其實課本或者教書教育的東西 在我的想法里 它是需要能讓你更多的去了解這個世界 認清這個世界 然後呢 知道什麼是 就有最最基本的三觀的培養的過程 尤其是在高中的這個階段 嗯 但是就怕可能就是像 比如要教條啊 或者是說啊 這個內容裡面有很多就不實的東西啊 那你可能 對於你以後未來的發展 其實有很大困境 因為包括我其實 出國留學 其實有一方面考慮就是 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從外面的世界再看如今的中國 或者是看中國大陸 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因為中國大陸 自己在跟你自己說 它也不一定完全是對的 嗯 當你站到外面的世界 你再去看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 可能少女現在也沒有特別多的這種 就是 就 犯各種各種立場不同的 這樣一個轉換吧 就像我可能 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待過 資本主義的國家我也待過 那所以我可能會更愛某一方面 我肯定也會有自己的取向 那比較過後呢我現在還是覺得 哎 中國還挺好的 中國非常不錯 嗯 這就是我的感受 那 少女可能現在還是成長的一個階段吧 所以就是怕不要走偏 不要走得太偏激了 然後呢 都在這個 對吧 就剛才我大哥在講這個宗教 對不對 就是道教裡面中庸之道 對不對 你在中間這個過程去不斷的去巡迴 去理解 包括這個捷克的頻道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大陸的朋友 那你去跟他們都去了解了解 然後感受一下 因為我說實的話 就是在我個人立場 我是非常不推薦少女去參加如今的國軍的 這個就像捷克說的嘛 就是容易 所以我是覺得不太合適的 實話實講 就是如果在我的推薦上 其實我覺得可以更多去追求一些 在台灣區區可以實現 或者是更容易實現的一些目標 因為國軍確實不是一個 在我看來很理想的道了 當然背不住 你說外一他統一了 這個國軍給收編了之後 這個地位上升 那是背不住的 對吧 但是我背不住 背不住這種可能性 是不是 所以就看少女怎麼去思考 只是我覺得生命最重要 其餘一切都白搭 就是你活下去 就好死不如賴活 對不對 你只有活下去 你才能有機會體驗更多的事情 所以對 所以非常感謝 其實看完少女今天學這些東西 讓我更多去回想了一下 自己過去的一些生活 讓我感受還是蠻多的 嗯嗯 大家都擔心你學以自用了 對 這個學生 因為年齡還很小嘛 你不是說不要那麼快就提前 對吧 你萬一今天你剛下入國局 明天就開炸了 你說這怎麼辦呢 嗯 不過不過 說到這個就是 你說你說你說 每年都會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那些去讀軍校的小孩的家長 都會打電話去軍校 文會不會讓自己的小孩上戰場 就是每年新聞都會報的事情 OK 對啊 大家讀軍校 其實也不想上戰場 很正常 不過妹妹我跟你講認真了 那個你如果真的要去讀軍校 你看看你在真的有這個軍人的這個 這個身份之前 我建議你可以去大陸走一趟 因為你一旦有這個軍人的這個身份 你就去不了了 我知道 我也是很想去一趟 但是因為時間太快了 剩下年半的時間 然後現在又有疫情 而且我一定要準備 你看看你考完試的那個暑假 可不可以去 考完試的那個暑假 要訓練 不可以去 如果有考上的話 唉 那就 對啊 就考慮考慮啊 太看 就是 哎呀 就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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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吧 看吧 還是搞 考完試以後 然後 那幾天 也許 有個 有個gap吧 應該 應該有個 有個 空檔在吧 看看了 好吧 反正台灣人要去大陸也方便 好了 我最後再說 岳岳節克跟少女說 就是 希望少女一定要明白 軍人的使命跟軍人的價值之後 再考慮要不要成為軍人 有可能 跟你自己理解當中的軍人 和實際上的軍人 他其實是不一樣的 尤其 我不太懂國軍啊 至少 大陸這邊的軍人的使命 其實就是保家衛國 就是 你是國防的第一線 你是國防的 就是 就是安全線 就是你要明白 這是軍人的價值跟意義 只要在大陸是這樣 那我不確定國軍到底所謂的什麼民主自由 他要守護的民主自由到底能不能守護得住 或者是說 他所謂的民主自由是不是正確的 那你這個價值 這個價值曲線和這個價值觀 我覺得是你需要去考慮的 否則當你成為那個身份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也在很多的這種身份的轉化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體會 所以你還是要明白 這個國軍 這個軍人 對於你而言 你思想當中的價值曲線 和你思想當中 對國軍的認知 是否能滿足到 你真正在成為軍人身份的時候 是一樣的 所以一定要多考慮 一定不要太 因為現在還年輕嘛對不對 不要那麼過長 轉戰場 希望 對啊 既然天倉 這樣 好啦 人各有志 好啦 人各有志 好啦 我會做這個決定 因為我們家也不是只有我讀群巧 是整個家族來講 所以說 我知道該幹嘛 該幹嘛 因為真的有人待在裡面 這個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應該還是不用擔心 好 好 OK 好 那謝謝這位海外留學生大哥哥 好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好 OK 好 拜拜 好 來 妹妹你還可以嗎 我再給你接一個好不好 你要睡了是不是 其實也還好 其實我明天的課表很有趣 我明天的政課 只有一堂書 寫個一堂英文 那你要睡 你就去睡好不好 好 我要睡覺 那你去睡吧 謝謝妹妹你今天的分享 太棒了 謝謝妹妹 好 妹妹趕快去睡吧 好不好 好 妹妹乖乖的 好 謝謝 下次我們再分享那個公民跟歷史 謝謝 謝謝你跟哥哥分享那麼多 好 感謝啊 好 好 晚安喔 不會無聊嗎 聽起來超無聊的 不會不會 就是 上課都快睡著 我上課上都已經睡著了 對你會睡著 但是我們大家會好奇 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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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年輕人 就是現在的教科書到底在學些什麼 然後內容到底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這些大人會關心你們 好不好 未來的主人翁 好不好 好了 謝謝妹妹啊 謝謝謝謝 謝謝 OK好 快去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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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拜拜 快去睡 拜拜 好 好 妹妹要睡覺了 好 來